哈囉大家好我是Beta 那歡迎回到Beta StarCraft 那這次呢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神對人類的比賽 那我們現在在6點鐘方向是這個 Huzzle 那對上我們的12點鐘是這個TOO 那又是我們的TOO的影片 那我知道最近大家很想看這個神組的影片 很多版友的玩家都有在 都有在講 那我就找了一下 大概找了一下神組的影片 然後我也有check那個 對阿也要謝謝大家就是有 蠻多這個人都有寄給我看好看的這個 蟲波檔 但是呢我剛剛看了一下居然全部都是這個 人打蟲的喔 全部都是人打蟲的 但是對阿所以呢我就想說呢 那這個人大蟲的呢 晚一點再來爆因為已經爆過非常多場 這個人大蟲的 所以呢就是也來看一下這個神族對人類的比賽 那這場呢是稍微有點早的比賽喔 不是最近的但是 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也蠻多這個其他的 國外的玩家呢都有爆過 所以呢我就是也來爆一下 那這場呢稍微有一點點長 所以呢也是算是來挑戰一下喔 那沒關係其實也還好啦 對啊其實也還好 那我們就來看這個TOO呢 這一次對上我們的這個哈蘇 會怎麼比喔 那對啊那這兩位玩家呢現在都是在 在這個歐服美服都是非常非常頂見玩家 應該是歐服吧 這個TOO呢是在歐服 TOO是這個德國玩家喔 那這個哈蘇呢我有點不確定 對啊哈蘇我還要去查一下 沒關係那 對啊就 呃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你可以也可以去查一下喔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這個哈蘇呢現在開局 他一開始下了一個水晶塔 然後一開始下了一個這個 傳送門 然後就下了瓦斯處理場喔 非常標準的 對付人類的開局 就是要趕快衝出你的第一隻這個追獵者 或者是哨兵 來防門喔 那我們的TOO呢 我們的TOO不是正常的人類喔 我們的TOO呢 是這個高水準的人類喔 他的打法呢完全沒有髒法 完全沒有這個 就是你知道完全就是 呃他隨性所欲 呃就是能變出法寶 變出那個厲害的這個招式喔 所以就要來看這個TOO這次會怎麼玩喔 那我們的人類玩家呢 對付神族呢 之前有一陣子呢都很 很這個流行來做死神快攻 因為我們的 呃死神快攻呢 會逼的這個神族呢 一定要出追獵者來防守喔 那這是一開始啦 這個算是遊戲剛開始的時候 呃大家習慣用的方式 那現在呢比較還好 現在比較少見 但是我們的呃神族呢已經習慣了 就是 要出 要趕出第一隻追獵者 對啊 所以呢 呃對啊 你看我們現在這個第一隻 第一隻追獵者下去了喔 那然後我們的這個 呃空間之門呢 空間也已經下去了 我們現在這個哈蘇呢 有兩個礦在挖瓦斯喔 還蠻快的喔 比起一般的這個 呃 比起一般的這個蓋法呢 他的第二個礦算是快蠻多的 所以呢 就要來看我們的這個 哈蘇呢會怎麼玩喔 那 我們大家知道這個三隻工兵來挖瓦斯呢 對自己的經濟算是有傷害的喔 所以呢 你如果 你如果確定你是要很早挖 這個瓦斯 呃你才要做這樣的動作 要不然呢 你很早很早就開出了兩個瓦斯的話呢 你的這個經濟會有損傷喔 我記得大概一分鐘會損失三四百塊吧 這個我不太確定 但是你知道就是差不多是 呃一分鐘三四百塊我沒記錯的話 對阿 對阿那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欸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聲音稍微有點小聲 我調一下好了 稍微 暫停一下 我調一下 再調個三十五吧 對阿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個TO呢 他剛剛一開始就下了這個 兵營 然後馬上下了軍工廠 然後呢 第二個兵營下去之後呢 現在再下這個 星際港喔 有點 他這個 蓋法呢 有點就是在國外叫做 彎彎彎 但是彎彎彎呢 主要的蓋法是 馬上下兵營 然後馬上下這個 軍工廠 馬上下星際港 然後最後呢 再補上兩個這個 呃 另外的兵營喔 但是我們TO的蓋法呢 有點不一樣 他是第二個兵營下去之後呢 才下第三個 就是才下這個星際港 欸 那我們現在這個TO呢 他剛剛把這隻 二狼還有我們的 呃這個 死神呢 拉出來喔 欸還蠻少見的喔 這樣就是這兩個組合 來做快攻 那 還蠻聰明的 非常聰明 這個二狼呢 燒一下呢 就是所有的工兵都會損血 然後這樣我們的死神呢 也可以少打一下喔 那這樣的話 速度還蠻快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鳳凰戰機出來了 那是我們的哈蘇的鳳凰戰機喔 那 我們來看一下鳳凰戰機 看他要去哪裡 那我們的鳳凰戰機出來了 看這個人類呢 呃 看他 應該只是要來做掃描動作而已吧 應該 到現在這個鳳凰戰機呢 應該不太有什麼作用 對阿 那我們就來看看 現在這個 鳳凰戰機出來了喔 那我們 以這個鳳凰戰機的角度來看 他現在呢 在這個人類的基地外面繞了一圈 然後呢 可能會繞進來 對 繞進來基地喔 看一下這個 人類的家裡的狀況 然後現在OK他看到了 他知道這三個建築了喔 所以呢 他現在知道人類呢 有兩個兵營 一個軍工廠 還有一個星際港 然後現在這邊有兩隻這個 哇 兩隻的這個 呃 鳳凰戰機來了喔 那現在呢在繞 在鬧這個人類的礦虛喔 那我們看到他剛剛用這個 呃 反中力呢 引粒子光束 反正就是反中力呢 來 殺掉了兩隻這個 呃 SDV喔 那現在呢 兩隻的殺敵術都是1 那現在呢 他現在在打這個 醫療艇喔 那我們的醫療艇呢 其實可以做修理喔 我們的SDV 啊 剛剛修理沒有修理到 那可惜了 沒有修理完畢 所以呢這個 醫療艇爆了喔 那我們的 鳳凰戰機呢 剛剛也是失去了一台 但是呢 呃 以物換物喔 這個醫療戰機 換了一台這個 呃 鳳凰戰機喔 所以呢 對啊還OK 那我們現在這個 欸 什麼時候蓋了一台這個圍巾戰機 剛剛在這邊做騷擾的動作 天啊 那這兩位玩家呢 現在有持續的在控兵 持續的在 呃 就是 不只是在家裡做經濟的這個 呃 佈局喔 就是你知道 營運喔 那他同時呢 也有在外面做騷擾 那還不錯喔 那我們的這個 鳳凰戰機呢 也有持續的在做這個 呃 搜尋的動作 看看這個人類家裡 在做什麼 哇 那現在維京戰機出來的話呢 這個鳳凰戰機就有點危險喔 那其實我們的鳳凰戰機對付人類呢 還是非常好用的喔 尤其是 在戰場上呢 你如果能有個兩三台 然後譬如說 人類有坦克 你可以把坦克舉起來 或是人類有這個掠奪者 你可以把這個掠奪者呢 都舉起來 這樣對這個 神族的主要的兵力呢 會大大的降低傷害喔 對啊 對啊 OMG 現在遊戲呢已經開始了大概九十 九分鐘十分鐘了吧 我已經講到有點雅了 但是 還有一段距離 沒關係 我們就繼續看這個遊戲 那現在呢 我們的這個 哈蘇呢 持續的在做這個 鳳凰戰機 那目前呢 兩位玩家都還沒有開出分框喔 那 有這邊一個TO呢 已經開出了第一個指揮中心 欸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生產線 第一個指揮中心蓋下去了 那 呃 第一個指揮中心喔 然後有飛彈砲台 然後有坦克的這個工程科技 那我們的這個哈蘇呢 哈蘇剛剛有在蓋 追獵者喔 現在這個追獵者的數量蠻多 我們來看一下單位數 追獵者有七隻 一隻這個哨兵 哨衛 然後一隻這個鳳凰戰機喔 九隻追獵者了 從這邊有補兵喔 這邊的這個水晶塔 馬上補兵 然後我們現在的這個TO呢 喔 我們現在這個鳳凰戰機呢 直接把這個坦克拉起來 然後把坦克打掉了喔 這個追獵者呢 打得非常好 從底下呢 就打往上面打 那主要呢 是用這個鳳凰戰機的這個視野 來看到這個上面的高台喔 你看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鳳凰戰機 就是因為有鳳凰戰機的關係 這個追獵者呢 才能打到上面 對啊那 你如果不知道這個 星海二的這個高台 優勢呢 就是這個樣子喔 他你如果在高台的話呢 你一定要有上面的視野 你才能打得到上面 要不然的話呢 你就是你只能被挨打喔 對啊 呼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 回到這個神族基地呢 現在 目光異會的這個瞬移已經蓋好了 哇 瞬移已經蓋好了 那 等一下呢 追獵者就可以做一些這個瞬移的動作 然後我們現在這邊有一隻二狼呢 可能剛來這邊做搜尋的動作 那已經被這個追獵者呢 攔截了喔 那現在呢 這個我們的TO呢 主要還是 就是待在家裡喔 還有點龜的 有點龜的狀態喔 有點在龜兵喔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TO呢 現在這邊有兩台這個坦克 在做這個防守動作 那我們的這個 我覺得我們的 追獵者呢 不太敢太靠近喔 我們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追獵者呢 都只是被打到一下兩下 那盡量呢 不要傷害到他原本的血喔 盡量都是 只是傷害到護盾 這樣的話呢 只要時間有過了 他們的護盾呢 就可以再回來喔 那這是一個神族的優勢喔 你只要生命沒有扣血呢 你就OK 對啊 那 欸對 有一個小技巧我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跟這個人類的 如果你是神族 然後你跟人類的 呃 隊友呢 就是 一起出去打的話呢 你看我們的追獵者呢 是機械單位喔 那你的SCV呢 SCV的這個維修呢 可以維修 你看修復機械單位有沒有 你的這個SCV呢 其實是可以用來維修這個神 所以如果你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呃你可以 大概知道一下 對啊 反正SCV呢 只要是機械的 單位都可以做維修的動作 所以呢 可以來維修神作寫 對啊 反正我們現在回到基地呢 現在這個 哈蘇呢開出了第二個分框 在這個五點鐘方向 那我們的TO呢 呃 第二個分框也已經蓋好了 那現在呢 已經開始做挖 挖礦的動作了 對啊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收入呢 目前收入 哇TOO的收入呢 有在1200 然後我們的這個哈蘇呢 有在 差不多1000 剛滿1000 然後但是工兵數呢 還差距蠻大的喔 47對上34喔 對啊 那損失的單位的話呢 目前兩位玩家都還好 這個哈蘇呢 損失的14隻單位 但是 呃 資源呢耗費的比 比這個TOO還要少喔 我們的TOO是紅色的 對啊 然後我們再回到單位好了 對啊 現在呢 就要來看看這 兩位玩家會怎麼玩喔 我們的哈蘇呢 一直有在做這個壓制的動作喔 一直把人類呢 拉 壓在家裡 哇我們的TOO呢 巡洋劍出來了喔 現在這個戰巡劍呢 已經出來了 那我們戰巡劍呢 呃 對這個神族的這個傷害會比較大喔 我們神族的這個追獵者呢 雖然可以刻到這個戰巡劍 但是他需要 需要點喔 去點他 那點他的 點他的過程中呢 就會被 呃 陸戰隊呢 還有這個掠奪者呢 在這個地面攻擊喔 所以這個掠奪者呢 其實還蠻難點喔 除非你知道 除非這個TOO的這個 戰巡劍是在外面 獨自 獨自在外面飛 這樣 才會非常危險喔 那當然我們的TOO呢 非常小心 當然是不會做出那樣的事啦 我們現在的這個 高階聖堂武士已經出來了喔 那高階聖堂武士 出來之後呢 他的這個櫃石 櫃石呢 對我們的 呃 櫃石對我們的這個巡洋劍呢 是可以造成非常大的傷害喔 我們的 你看我們的巡洋劍 等他的能量滿到200之後呢 櫃石一下去他的生命值呢 就會馬上從550掉到350喔 哇那 對啊 櫃石還不錯 然後我們的 閃電呢 有沒有在研發 呃目前好像沒有看到 對啊 那野電廠呢 現在也才剛開始 對啊 我們現在的這個高階聖堂武士呢 就是只是來做這個櫃石的這個動作喔 可以用這個櫃石的這個能力 我們的哈石呢 在這個高台上呢 還是持續有這個水晶塔喔 那可以持續在這個範圍裡面呢 做這個充兵的動作 對啊 那我們的TOO呢 剛剛還有持續的在蓋這個巡洋劍 現在有兩台巡洋劍囉 哇這個TOO呢真的是 完全沒有張法 他直接那巡洋劍就出來了喔 然後你知道 直接跳過 跳過雷神啊 跳過這個 其他的這個 這個